好 再来看这个 曾可以说是最恐怖的用餐经验之一了 这位民众呢 在新北市一家很有名的意大利面店来用餐 结果突然间一个大老鼠呢 飞扑而来 当时他也来不及反应 那么本能地用脚去帮忙 这个把老鼠压制之后呢 还用手去抓老鼠 事后越想越恐怖 他说以后再也不敢了 实在是吓死人 这可不是再拍恶搞实境秀 是真的一只二十几公分大的老鼠 从天而降 吃意大利面遭遇老鼠飞扑 顾客们吓坏了几个大男生 建议勇为赶紧用无影脚 把这只调皮的老鼠给制服 在这里 他咬你耶 他咬你耶 你咬我 兄弟啊 还有你看 最后还得顾客帮忙 抓住老鼠尾巴 结束这场惊魂祭 感觉很差 为什么 因为就觉得用餐环境不好啊 就不会想再去那一家了 事后店家解释 因为新北市4月23号 进行地下换线施工 老鼠才会不小心误入餐厅里 开餐厅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自己也有吓到 店家自知理亏当天见鼠有份 顾客通通打九折 被老鼠跳上餐桌的这一群人全部免费 但再多补偿恐怕也不能贫富 消费者当下得震撼 追选郭向里讲 新北市采访报道